VE、Ninbending、Laura、HyperNetwork、Texture Inversion、CKPT、SafeTensor、PT这些名词之间的关系 我本来想出一节分类比较课综合比较 但是我发现直接这么讲猛星们不好理解 所以我打算先分别进行讲解再出一期综合课程 把它们做一个整体的梳理 所以接下来几期会是一个系列 让新手对模型的分类功能有一个初步的整体了解 三连关注我,持续追翻哦 今天我们分享的主题是Stable Diffusion的VAE 也就是界面中的第二个按钮 它大概是长这样的 有些小伙伴一看到这个页面就着急了 问到为什么这个跟上节课讲的大模型看起来一模一样呢 伪坠也是一样的 也是CKPT,也是SafeTensor,也是PT 好,不要着急 我们之后会专门出一期视频 讲解他们这个伪坠究竟是怎么回事 VAE,中文全名是变分字编码器 它的技术原理我们会在高阶课程中学到 作为新手小白 我们只需要知道它的作用好了 它的作用分为两点 第一个,生育镜 会让你的整个画面看起来不是那么灰蒙蒙的 而很有色彩的饱和度 第二个,就是对画面进行微调 在一些细节的形状上会有一些变化 这里我们看一看 加不加载VAE之间有什么区别 你会发现当不加载VAE的时候 这个画面看起来灰蒙蒙的 色彩好像不是那么鲜艳 但是加载VAE之后 整个画面就像我们一般看到的图一样 非常的不错 那么VAE跟VAE之间有什么区别呢 也是有区别的 不同的VAE它对色彩的饱和度是不同的 有的人喜欢鲜艳一些 有的人喜欢朴素一些 首先是色彩的区别 第二个区别会是在一些形状上有区别 比如说你看这个 我鼠标指的地方 它的领带的这个左下角 它这个是这个形状 它这边是这个形状 它的形状上也是有细微的不同的 这就是我前面说的VAE的两个作用 一个是滤镜 一个是微调 不过有一点要注意啊 有的这个大模型 它里面已经内置了这个VAE了 如果你再给它额外的去挂载VAE呢 就可能会影响它的画风 可能效果反而会下降 比如这个Cheer Out Mix 即使不挂载VAE 它本身的色彩也是非常的OK的 好 既然VAE这么有用 那么我们在哪里去切换选择VAE呢 让我们打开Stable Diffusion的界面 找到这个地方 我鼠标框选的位置 模型的VAE 单击 就会看到这里有个下按列表 只要你把VAE存在相对应的目录里 你在这里就能看到你保存的VAE了 那么我们下载到VAE之后应该放在哪里呢 我们首先来到Stable Diffusion这个根目录 也就是有启动器的这个根目录 让我们打开这个Models 然后往下拉 找到底下会有一个VAE 双击 在这个目录 就是VAE存放的目录 最后一个问题 则是VAE在哪里下载呢 你看 我们打开C站 搜索VAE 好像并没有什么可以下载的选项 这个东西 我们可以打开我们的启动器 找到模型管理 这边里面有一个变分字编码器 VAE模型 在这里面 你就可以选择各种VAE进行下载咯 我们可以点击这里的下载按钮进行下载 点击之后 我们可以看到会出现这样一个界面 看到这个界面这么多英文字母 不要太担心 里面没有需要你可以操作的 你只要静静的等待它下载完成就行了 而且这个软件真的非常贴心 它下载完之后 会直接把VAE模型 放在它正确的目录里 好了 关于VAE的新手小白教学 就此告一段落